大家好,我是小柱,这是湖北的武汉 我现在为武汉的小东门天桥这边 朋友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位置的话,车流人流是特别的大 我刚从这边走发现这个天桥上面有一个黄鹤楼的模型 这边坐一个黄鹤楼的模型是干嘛的 有没有朋友们知道的话,欢迎再评去过留言 正前方就是一家的一个建材市场 我每次存这边走发现这边有一个现象 我今天带大家来看一下 大家现在所看的这条路是武汉武昌区的民主路 我刚刚存在走发现了这边坐了好多灵工 朋友们可以看一下 每个人都骑了电动车,有的骑了一个自行车 然后这边边上放一个牌牌 上面写着木工,水电,如胶漆 朋友们可以看一下 这些大哥们,这些大叔们都是坐在这边玩手机 看到没有,这边还有一个走路背包的 还有几个人在这边聊天的 看到电动车上面挂了好多这个牌子 在在条路,民主路这边一直往下面走 有很多这种林工 因为前面的话还有一个小洞门建材市场 还有刚刚那个对面的话 有一个宜家的一个建材市场 所以说这边就形成了一个劳务市场 每天有很多的民工在这边等活干 朋友们看一下,这几个人等不到活 直接在这边下棋 还有人在这边打牌的 看到没有 电动车上面都是写了一个小牌牌 做各种各样的一个工种 现在刚刚存那个口子一直到正前方 还有对面这边形成了一个劳务市场 所以说这边这个规模还不小 挺大的 我刚刚看了一下 在这边找活的等活干了 基本上都是搞装修之类的 都是什么木工水电工 朋友们看一下 小洞门建材市场 所以说这边等活的话 都是跟这个建筑有关的 我刚刚问了一个工人 他们说在这边等活的话 一般是早上的六七点钟 一直到晚上的六七点钟 差不多一天相当于在这边等 十一二个小时 说实话每次从这边走 我就挺纳闷的 大家都知道 武汉作为一个新县的大都市 这几年发展的也是特别的快 有很多的建筑工地 为什么他们宁愿在这边等一天 等十几个小时 也不愿意去工地上班 说实话在这边等活的话 有的可能好几天都等不到一个活 刚刚那个小伙子跟我说 在这边等活的话 有的可能一个多星期都等不到一个活 朋友们来看一下 在这边的话还有一些 就是一些和他们一样的 在这边等联工的一些工人 看到没有水电木工 都是搞一个电动车 搞一个小盘盘 前面的话一直到那个漏口那边去 刚刚从那个对面走过来 这两边的话都是这种民工在这边等活的 看到没有 这边是钻工 木工 逆工 如叫漆 工种的话也是挺齐全的 我刚刚一路走过来 看到有几堆人 有的在下漆的 有的在打牌的 还有一些就是搞一个面包车 上面也是搞了一个电话号码 写了一些工种 看到没有 这边水电 等等 我刚刚在这边走的时候 看到一个小伙子正在和一个工人谈这个生意 这个小伙子可能家里这个马桶坏了 叫一个师傅过去给他维修 这个师傅说最少的话要400块钱才可以上门 然后那个材料费是另外的 他说第一400块钱他是不愿意干的 然后那小伙子说你不愿意干的话找别人 然后呢小伙子刚刚从这边走找了几家人的话 他们都是可能都是一条心吧 价格可能这都统一的吧 第一400块钱没有一个人愿意干的 我刚也问了一个在这边开店的一个老板 这个老板告诉我说 他们这些在这边等活的零工啊 都是从早上一直到晚上过来 然后他每天都会来 基本上的话他们这边的话起步价 最低的话就是400块钱 一上的话才是愿意干 不然的话他宁愿在这边打牌 下棋他都不愿意去的 这可能他们干这些活 可能有技术的含量吧 所以说他们第一400块钱都是不愿意干的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